姑娘,你有什么好哭的呢? 说句实在话,当一大家子都睡在里面的房间 外面有一个小伙子住在沙发上 一睡就是睡一年 我们是良心不安的 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 自己的孩子也是孩子 我们内心是不忍心的 你心里哪里过得去呢? 不让你住出来,我是可以理解的,保护你 但是你控制住他,也不让他住出来 并且还要让他做那么多事情 不就是要有一个能够长期为家庭奉献 干活的人吗? 你给我说句老实话 你的姐姐和姐夫现在对于你们的婚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还没说过 没说过? 你们从来没谈过这件事情? 有 说什么?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就跟我一样的 这到底是你的态度,还是你姐姐和你姐夫的态度? 我的 行啊 那你既然选择不及 既然已经考验了一年多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拜托 把属于他的东西还给别人 不要再控制住别人 要住在你们家 我知道 男生说 为你做一切是我愿意的,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你也是想一个人搬出去的,对不对? 是的 行不行 你可以不住出去嘛 你让他住出去嘛 你把钱还给别人嘛 爱情是不可以被考验的 我们只能经历生活的考验 是不能人为的去考验 你现在的这个考验 那个考不是考说的考 是烤肉的烤 你是在摧残他的底线 你这么考验下去 不会有结果 不会考验出一个对你百分之百忠诚的人 只有可能最后逼成一个对你有仇恨的男人 在没有结婚之前 彼此亲归亲处归属 好吗 对于男生来说 你付出任何的一切要对方领情才行 如果你付出所有的一切 最后连基本的尊重都赢不回来的话 你最后娶不到这个女生 就这样吧 好,谢谢图老师 分析过以后就是没有谈恋爱了 现实都摆在这儿了 你爱过他吗 你看,他都没爱过他 听见没有啊,小大 听见了 不,我觉得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女生今天这是对 你要没爱过他 你真的告诉他 我们都看得出来 就是你心里可能没这个人 是没有他吧 有一点点 你看,只有一点点 他走了你会挽留吗 你不爱他 你挽留他干嘛 我觉得他挺好的 他哪儿好 对我好 以后他要不对你好了呢 他还好吗 所以爱这件事和结婚这件事 不是对等的交换呀 姑娘 不要再活在幻想里了 你想清楚吗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今天这次 一 预护 一 预护 第一 预护 以后 让孩子成就一个 分手 就是 前后 每领 后 三 混合 土 来 两 他